来 我数321 我们一起好不好 321 大家好 我们是五岁流声机 好的 好的 大家好 然后 我这里拿到了几个问题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 兔白举纲 一 你追明日之子吗 我追 我追纯响版 节约时间是不是 没有 没有 就是纯响版能够更好的代入到 就是抛开你们各自的真秀的环节 直接进入到音乐 音乐 直接进入到音乐 直接听是吧 对对对 直接感受 对 你接着邀请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我就 我想一下啊 大概有一段时间了 不是不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吗 我想一下是什么感受呢 接着邀请的时候 我想就是 哦 我第一反应是 找我去 找我去 那是不是 可以让 五岁的人 苏醒一下 在开始想 就这样 让他们醒一醒 叫我们起床来的是吧 对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 然后 第二个问题 你觉得五岁流声机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呃 我之前看他们的舞台 我就觉得他们的东西是比较偏 偏 偏沉睡一点 偏安静一点 然后没想到 当我看到他们人的时候 也因为录制节目时间非常紧张嘛 睡眠不太够 睡眠不足 然后大家 见到大家 大家也都是一个沉睡的状态 眼睛睁不开 能有时间在角落里面睡就睡 就这种感觉 对 然后我在想他们的风格 果然跟他们的名字非常的搭 OK 只是 只是没有 最近吧 只是最近没起来 或者怎么样 其实 内心是一个 对 对 可以可以 你的加入会改变他们一些什么特质 就像刚刚说的 我来的话 希望我能够叫醒他们 唤醒他们内心 沉睡的 狮子吧 你来了我直接醒了 直接醒了 可不是的 你平时起床也晚 兄弟 OK 好的 第三个问题 一起排练磨合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爆料一下 最开始才开始排练的时候 大家其实很多段落都还不熟 对吧 其实我们之间不像 水果他们刚刚说的就是他们说 一拍即合啊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我们其实之前就是在排练上 环节 各个环节其实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也调整了很多东西 对吧 在编曲方面磨合啊聊啊 哪些地方该怎么样啊 包括改编曲好像都改到昨天 对吧 昨天 昨天还在改 对我们昨天都还在改我们的一些结构 直到昨天改完最后的时候 我们觉得差不多 对 就是为了更好嘛 所以 其实之前排的时候是 有很多问题 但后面就顺下来之后 还是可以 就是需要去做一些细节什么的 但到昨天是为了更好 所以 反正对今天的舞台还是非常炸的 嗯 嗯 然后 我觉得还有就是 他们永远都是有一个习惯 就是 可能在我说完之后 他们 更去把这个 落实了吧 无论在何时何地 能睡就 使就睡 ok